我跟其他一些朋友吃完晚餐 那有朋友說要去跟奶公問好 然後我們就去跟奶公問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有時候偶爾會去一次啦 雖然是不常 但有時候有一些 有時候有朋友會去 就是偶爾會聚一下 偶爾會去 其實在那邊有時候聊天 坦白講奶公真的是 傷之天文 下之地理 那他 我記得那個晚上我們好像在談 白矮星跟紅聚星跟宇宙大爆炸的事 就很單純的聊天 因為我們心裡想說 我們也從不帶女生出場 所以應該就是跟朋友聚聚也還好 基本上我覺得應該用 比較超然的角度去看啦 其實不見得說就一定是那麼的嚴重 所以奶公是還蠻常去的 然後你還會帶人出場嗎 我也不曉得啊 因為我那天去後來 就是他在我回大安會館 那我也想說他就直接回家了 那其他的行程我就不清楚 其實我們去 大部分都是跟男生在聊天 女生其實他們可能會幫忙倒酒 大概也不是重點 其實有時候你只要不帶女生 保持原則應該沒有那麼嚴重吧 對 感谢观看